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人卡达诺尔塔吉是查韩乌斯乡小学校长 沙拉固里少拜2018年3月20日调到我校正教 沙拉固里少拜2018年4月 迎去办理理魂数据为借口 请假至今没有见到人影 听香港支帕部门说 他已经逃到了国外 通过这一方面就可以刊除 沙拉固里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是赵苏先生农通信合作联社 查韩乌通信社主任田士林 沙拉固里少拜提巴基先后分两笔 在我社申请贷款总共47万元 截至2018年5月末 贷款预额39万5千8 事后得知 借款人利用同事的信任进行担保贷款 协款逃往国外 将贷款转嫁同事身上 严重加重了担保人的经济负担 造成了家庭矛盾 我是潘纳沙拉固里少拜提巴尼 我是沙拉固里少拜提巴尼的妹妹 她非法出国之前把自己的车子卖给了我 当时我自己工资卡贷款 然后给她给了四万五千元 然后她走了之后 她的车子也没有过户到我的名下 我现在钱财两空 自己的贷款我还在还的呢 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特别生气 心情也特别低落 也特别恨她 没想到她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会放过 她的车子卖给了我